国足若真踢不过马来西亚 咱们得聊聊 嘿 各位网友朋友们 我是顶条视频的小编 最近咱们国足U21的小伙子们 在长沙国际足球邀请赛上 1比0显胜了马来西亚U20 虽然赢了 但这场胜利却让我心里五味杂陈 不吐不快 首先咱们得承认 这场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 国足的小伙子们都在围着马来西亚的球门转 但愣是没能打破僵局 直到比赛第89分钟 埃菲尔丁的一季头球破门 才算是给咱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场胜利 说是绝杀 其实更像是险胜或者侥幸 咱们国足历来都是 咱们中国老百姓心中的一块心病 每次比赛 咱们都盼着他们能赢 但每次的结果 却总是让人失望 这次虽然赢了马来西亚U20 但别忘了 对手可是比我们小离岁的青年军啊 要是真跟马来西亚的国家对替 咱们还能有这个把握吗 说实话 咱们国足的问题 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球员的技术水平 到球队的战术体系 再到教练的指挥能力 都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这些问题 不是靠一两场胜利就能解决的 而是需要咱们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全面的进行改革和提升 所以我觉得吧 咱们国足要是真踢不过马来西亚了 那也没啥大不了的 重要的是 咱们得正视自己的问题 得想办法去解决它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希望咱们国足的小伙子们 能够继续努力 希望咱们中国的足球 能够越来越好